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李强举行仪式 欢迎几内亚比哨总统访华 习近平同几内亚比哨总统会谈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系列报道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 今天播出 澎湃改革新动力 会就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篇章 李强会见几内亚比哨总统 李强举行仪式 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 并举行会谈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深入推进军队政治整训的决定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巴勒斯坦方面称 加沙地带一所学校遭乙军轰炸 导致29人死亡 乙军称袭击是针对哈马斯武装人员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几内亚比少共和国总统乌马罗西索科恩巴洛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与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 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恩巴洛访华的有总统夫人 经济计划与区域一体化部长 外交国际合作与侨务部长等 军乐团做几内亚比少和中国两国国歌 明里炮21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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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巴洛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队台 光看仪仗队分裂室 恩巴洛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博士访问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恩巴洛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将中国同几内亚比少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几内亚比少有着特殊友好历史 近年来 两国关系不断深化 政治互信更加坚定 务实合作更加广泛 国际协调更加密切 中方支持几内亚比少 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愿同几内亚比少传承传统友谊 巩固政治互信 拓展务实合作 不断丰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助力几内亚比少更好实现国家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几内亚比少 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 拓展农业 矿业 基础设施建设 蓝色经济等领域合作 中方欢迎几内亚比少优质农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 鼓励中国企业赴几内亚比少投资合作 帮助几内亚比少将资源潜力 转化为发展动能 中方愿继续为几内亚比少国内建设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继续派遣水稻技术专家和医疗队 助力几内亚比少保障粮食安全 和发展公共卫生事业 双方要加强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 促进两国民心相通 中方将继续提供 政府奖学金和培训名额 帮助几内亚比少 培养更多国家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非洲都拥有灿烂的文明 都有被殖民被侵略的惨痛历史 都珍惜和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 中国和非洲国家 彼此的支持和帮助是真诚的 是真实亲诚的友好兄弟 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 心形势下 我们应该联手创造新时代 中非合作论坛 是中非人民建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 两周前 我们在北京隆重举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发表70周年纪念活动 今年秋季将在北京举办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中方愿同几内亚比少等非洲国家一道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共商新时代中非合作大计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携手共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恩巴洛表示 我和代表团从抵达那一刻起 就深切感受到中国人民对非洲兄弟的真诚友好 几内亚比少和中国关系良好坚固 双方始终坚定相互支持 在几内亚比少遭遇困难时 中国总是毫不犹豫给予宝贵支持 几内亚比少人民对此永不忘记 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坚定地同中国站在一起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几内亚比少钦佩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 将中国作为外交最优先方向 和最重要合作伙伴 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 加强经贸投资 基础设施 矿产能源等领域合作 助力国家发展 中国从不搞殖民 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从不对其他国家遗旨气使 从来给予小国平等和尊重 从来说到做到 言行一致 中国给非洲国家带来的 是学校医院公路等造福非洲人民的合作项目 几内亚比少高度赞赏中方 为帮助非洲大陆发展 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做出的积极贡献 积极支持中方举办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 几内亚比少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愿同中方密切在多边事务中沟通协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关于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经济发展 海关检验检疫 地质和矿业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 公查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比少共和国 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当晚 习近平和彭丽媛 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恩巴洛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7月10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 两国领导人宣布将中梦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孟加拉国是相知相交的友好近邻 两国友好往来绵延千年 建交以来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平等相待 合作共赢 树立了国与国之间 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间 友好交往 互利合作的典范 中方珍惜中梦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 愿以明年建交50周年为契机 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拓展各领域合作深度和广度 推动中梦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行稳致援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弘扬相互支持的优良传统 深化政治互信 中方支持孟方 坚持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维护国家主权 独立领土完整 反对任何外部干涉 中方愿同孟方 开展治党治国经验和发展领域政策交流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深化经贸投资 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 支持更多中国企业 同孟方加强产业投资合作 推动两国产业链供应链融通发展 助力孟加拉国实现国家发展 双方要办好明年中孟人文交流年 促进两国文化 旅游 媒体 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 中方愿同孟方 密切国际和地区事务协作 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 协调和合作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哈希纳表示 孟方对同中国拥有深厚友谊 倍感荣幸 对中国在习近平主席 英明领导下 克服各种困难挑战 取得日新月异的伟大成就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深表钦佩 孟加拉国坚定致力于 推进民族解放和减贫发展事业 感谢中方在此进程中 给予孟方宝贵支持 孟方希望学习借鉴中国成功发展经验 扩大两国经贸 基础设施 减贫等领域合作 加强青年文化等人文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 极大促进了本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孟方将继续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欢迎中方积极参与 孟南部一体化开发计划 助力孟实现2041愿景 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 相信孟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必将取得更大发展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改革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法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全面部署系统推进农业农村改革 一些长期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 体制机制障碍逐步破解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 增强了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如今广袤乡村展现出新兴向荣的新气象 盛夏时节 在安徽小岗村改革大道的两侧 二百多亩试验田里的五十多个品种水稻 正在拔结生长 孕育着金秋的丰收希望 这二百多亩的试验田 都是扭转我小岗村的村民的土地 四天变整天 这也是我小岗村的二次改革 2016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 安徽小岗村 在这里 他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农村改革座谈会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要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 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 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 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治并行 这是农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 四个月后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分治办法的意见 土地三权分治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之后 党的19大报告中提出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 进一步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 为广大承包户吃下了长效定心丸 如今 中国农村改革的路径在小港村一直延伸 小港村土地流转面积超过七成 来自东北的北大荒集团 2018年落地小港村 建起了500亩现代化种植基地 正在助力小港村从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 作为生化农村改革的主线 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蕴含着丰富的改革智慧和科学的思想方法 以三权分治为引领的农村承包地制度改革 有效破解了三农领域的诸多难题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 放眼全国 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主线的一系列农村改革 随即全面铺开 不断深化 为农业农村发展 构筑起四粮八柱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全面深化改革的60项具体任务 336项改革举措中 涉及农村的改革就占到六分之一 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到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从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到推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为农村改革把垛定向 他强调 每一项农村改革 都要注重充分调动农民 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最大限度的保障农民的各项权益 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 一子落 全盘活 放活土地经营权 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奠定了基础 一系列破解大国小农之困 促进和规范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 发展的意见先后发布 助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 有机衔接 为了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重粮植补 农作物两种补贴 农资综合补贴 三补合一改革全面推开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完善 充分调动了农民重粮积极性 多层次农业风险保障体系 为农民挡风遮雨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 面对复杂性 特殊性 不确定性 我国陆续设立了65个农村改革试验区 包括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 在内的多项肯硬骨头的改革探索 在试验区展开 农村改革波澜壮阔 不断往深处去 向南处去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政治气魄和历史担当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三农工作重心实现历史性转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毛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一系列加快补齐农村发展和民生短板的改革举措 相继出台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今天的中国 改革让土地焕发新的生机 目前全国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已超过5.7亿亩 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营主体超过107万个 服务小农户9100多万户 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3%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 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今天的中国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正式颁布 65.5亿亩集体土地资源 9.14万亿元集体资产上了户口 确认了约9亿成员 农民获得感幸福感满满 在浙江安吉的石英村 当地通过村庄水资源入股的形式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整治全域河道 充分开发利用两座村集体山塘水库 将村集体村民和企业的利益连接在一起 走出了一条水上文旅发展的特色路 实现集体经济收入306万元 今天的中国 乡村产业兴旺 人居环境显著提升 累计培育全国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超过9万家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从基本的通路通水通电 升级为硬化路进村 光鲜入户 快递到家 74.5%的村 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 农村充电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从无到有 城市资源加快向农村流动 一共体 校联体等一系列探索 让公共服务体系汇集更多乡村 为改革者进 为创新者强 新时代新征程 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亿万中国农民 正在汇聚更强大的力量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努力汇救产业兴旺 生态移居 乡方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 壮美画卷 国务院总理李强 10号在今会见来华 进行国事访问的 几年亚比哨总统恩巴洛 李强表示 中方一贯重视发展 与几年亚比哨友好合作关系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 剥划两国关系新蓝图 中方愿同几年亚比哨一道努力 遵照两国元首指引的方向 巩固深化政治互信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用好共建一带一路 中非合作论坛 中仆论坛等重要平台 务实高效推进农业业 基础设施建设 医疗卫生 教育等领域合作 更多造福两国人民 恩巴洛表示 中国同几年亚比哨 是相互尊重 患难与共的真诚朋友 几年亚比哨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取得丰硕成果 7月10号上午 几年亚比哨总统恩巴洛 前往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花圈 10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举行仪式 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 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军乐团奏梦中两国国歌 零礼号十九响 哈希纳在李强陪同下 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随后两国总理观看仪仗队分裂式 欢迎仪式后 李强同哈希纳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 中梦建交近半个世纪以来 始终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双边关系平稳健康发展 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女士举行会晤 必将为中梦关系进一步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中方愿同梦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更续传统友谊 深化互利合作 推动中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李强指出 中方将始终把发展对梦关系 置于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愿同梦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新能源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 促进人文交流 为各自现代化建设 增添更多助力 中方支持中国企业 同梦方加强产业投资合作 携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安全水平 中方愿同梦方 加强多边领域沟通协调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更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哈希纳表示 梦方珍视 由两国老一代领导人 缔造的梦中友谊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 梦方运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 深化互利合作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国际事务协作 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建政签署 经贸投资 数字经济 医疗卫生 教育 媒体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宣布 完成中梦自贸协定 联合可行性研究 同意启动 中梦投资协定升级谈判 双方一致同意 将2025年确定为 中梦人文交流年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 中央军委近日印发 关于全面贯彻 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深入推进军队 政治整讯的决定 决定指出 党的十八大 特别是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同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把握强军事业发展要求 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 形成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为推进政治建军提供了根本遵循 决定明确 新征程上 深入推进军队政治整训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 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聚焦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持续深入整顿思想 整顿用人 整顿组织 整顿作风 整顿纪律 突出高层党委高级干部 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 锻造忠诚干净担当 勘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人民军队永保性质宗旨 始终敢打必胜 始终团结奋斗 始终人才辈出 始终纯洁光荣 始终法纪严明 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 今年是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印发的第五年 五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 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股价空间布局已基本形成 连通了全国超过80%的县市区 服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 五年来客户运输不断发展 群众出行更加舒适便捷 货物运输更加顺畅高效 截至2023年底 我国铁路营业里程15.9万公里 其中高铁营业里程4.5万公里 全国公路里程543.68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8.36万公里 民用运输航空机场总数259个 千万人次及以上的运输机场数量达到38个 同时交通领域装备研制实现重大突破 智慧交通步伐加快 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五年来国际合作不断加强 互联互通水平持续提升 我国一于9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60多个陆海空游相关协议协定 下一步呢我们将趁入实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的补链强链 推进铁路货运网络工程 内核水运体系联通工程 加快打通读点卡点 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做出我们新的贡献 今年下半年交通运输部还将组织开展 交通物流降本提制增效专项行动 加快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 持续推动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温和上涨 同比上涨0.1% 从类别看居民旅游餐饮住宿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市场供应充足产销衔接顺畅 食品价格有所下降 总体看上半年我国物价保持平稳 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降幅持续收窄 同比下降2.1% 展望后期随着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显效 商品服务需求持续恢复 我国物价总水平将保持温和回升态势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行8017次中欧班列 从武汉无家山站开出前往德国杜伊斯堡 这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达1万列 较去年提前19天 发送货物同比增长11%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5个国家 服务网络基本覆盖欧亚全境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增长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和销量分别完成492.9万辆和494.4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30.1%和32% 市场占有率达到35.2% 财政部今天在香港招标发行2024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 发行规模为90亿元 包括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各30亿元 总认购倍数3.22倍市场认购踊跃 今年财政部在香港进化发行550亿元人民币国债 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 支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向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颁发许可 批复在广西南宁 山东青岛 云南昆明 海南海口 新增设六个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 这是30年来首次增设 建成后 全国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将达到15个 将显著提升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水平 促进国际数字贸易发展 今天 第十届泥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区副开幕 主题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 旨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坛设有主旨演讲 高端访谈 平行论坛等20余项活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 中国科技创新盛典今天启动 节目聚焦年度科技热点和新智生产力创新实践 创新推出院士公开课 中国科学家列传等栏目 普及科学知识 弘扬科学家精神 讲述中国科技创新的精彩故事 总台科技创新观察站同步接牌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发布的声明 当地时间9号晚上 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一所学校遭到以色列军方空袭 造成29人死亡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这所学校收留了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方面9号对袭击表示谴责 以色列军方称 当天的袭击是针对哈马斯武装人员发动的 以军正在对有关巴平民受到伤害的报告进行调查 9号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官方网站发布文章称 由联合国机构任命的独立专家组经过调查认为 加沙地带的饥荒问题已经从北部蔓延到中部和南部 专家组认为 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发起了蓄意和有针对性的饥荒行动 以色列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对此发表声明称 相关专家传播的是错误信息 9号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珠胆武装冲突持续 以色列方面称 戈兰高地9号遭到从黎巴嫩发射的约40枚火箭弹袭击 造成两名以色列人死亡 黎巴嫩真珠胆武装方面称 对袭击负责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玻利维亚总统阿尔赛9号与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晤 阿尔赛表示 玻利维亚已正式加入南方共同市场 希望今后为区域一体化做出贡献 卢拉强调推进南美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性 呼吁南美洲国家间共同落实相关决策 促进地区发展 南方共同市场由阿根廷 巴西 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于1991年建立 8号 玻利维亚正式成为该组织成员国 据日本媒体报道 针对日本日立造船旗下企业设长期数据造假一事 日本国土交通省今天对位于广岛县尾道市的一家工厂进行现场调查 日立造船公司5号称 公司旗下两家企业存在大型船舶用发动机燃油消耗率数据造假问题 涉及数据造假的发动机数量超过1000台 造假时间跨度达20年以上 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陕西宁夏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 让我们一起走进陕西宁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